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,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谭松韵生日,林更新送祝福,千万要幸福,千万要健康,千万要快乐。 在林更新最新上传的社交动态里,分享了他给谭松韵送去的生日祝福, 在正文中林更新这样写道,生日快乐酸橘子,送你三千万,千万要幸福,千万要健康,千万要快乐。 不得不说,我们的林更新还真是有点油脉天赋在身上的, 他的三千万祝福,可以说是油而不腻,如果再联想上他那渐渐的语气,感觉还真是有点画面感。 看来请教我总监的缘分,让他们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 而且别看林更新给谭松韵的生日祝福,有点油嘴滑舌的感觉, 但实际上这三千万的祝福也是最实在的, 在这里也借着林更新的东风,给我们可爱的谭松韵送上一句生日快乐, 一定要永远开心呀。 林更新和谭松韵合作的电视剧《请教我总监》刚结束放映, 两人在电视剧里摩擦出的小火花,也是获得了一批观众的喜爱。 尤其是谭松韵,这算是他出道以来为数不多的职场剧, 在此之前,很多人都对谭松韵能不能饰演好, 这一角色产生了疑问,其实大家对谭松韵的质疑不是在他的演技, 而是觉得他一直顶着一张娃娃脸,多少会局限了他角色的发挥。 但是等到《请教我总监》上线的时候, 谭松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剧抛脸, 在前期,谭松韵是一个在职场上面摸爬滚打, 任劳任怨的小透明,等到了后期, 谭松韵又蜕变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小超人, 跟着谭松韵的演技,我们也好像是跟着他一起上班了一样, 不得不说,谭松韵的演技真的是很可以的。 谭松韵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的角色中实现无缝隙的转换, 主要原因在于,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, 因此他能够不局限于剧本上的人物创作, 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。 这样的谭松韵,是值得这么多人的喜欢。 私下里的谭松韵,也有着不服舒和好强的性格, 别看他小小只的样子,但是在面对人生坎坷的时候, 小姑娘还是能够顺时间爆发出超强的能量, 让人刮目相看。 仍记得,此前谭松韵母亲去世期间, 他独自面对镜头时的决绝与孤勇, 这一切都变成了如今谭松韵面对外界艰难险阻的利器。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, 谭松韵依旧能够越战越勇,向阳而生。 感谢收看频道,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。